HELLO 大家好 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開箱一組方向盤 算是比較平價的方向盤 這組的話呢 在網絡上看到他的價格是4980 對應現在的最新的跑車浪漫女7代 那也對應的PS5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特色啦 就可以讓大家稍微參考一下這支影片的價值了 那當然因為他的價格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跟一般的他牌那些可能破萬的方向盤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差異 首先第一個我先講一下 從封面上面 外裝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的 第一個差異就是它沒有那個 所謂的離合器的那個踩踏板 所以它的踏板就是比較陽春一點 只有所謂的油門跟煞車的部分 整個方向盤跟踏板的部分 應該會比較偏向塑膠的製作 因為我其實在拿起來 這一盒的重量也比較不會到那麼的重 但是 便宜還是有便宜的好處 就是可以省下你荷包裡面的那些小朋友 拿來去購買更多的遊戲 那這一組方向盤的話呢 它是Holy的品牌 背面這裡也有特別寫到說 它的一些踏板跟一些方向盤的功能 那目前為止這一個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比上一代的多了四個按鍵 多四個按鍵其實我看了一下 跟一般的方向盤 就是比較貴一點的方向盤 大部分的按鍵配合是差不多的 然後它有支援到PS5 我覺得這一點是真的它比較重要的地方 因為如果說你是上一代的產品 就只能夠玩到PS5當中的PS4遊戲 這一個的話呢 它就可以真正的支援到PS5中的PS5遊戲 這個差別可能大家要稍微聽清楚一下 不然呢 如果你是買到舊款的 你可能就是插進去會發現到 你買PS5版本的跑車浪漫女期待 可是你卻沒辦法玩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這一組的話其實它很有索尼的味道 因為整個都做藍色的 我覺得Holy這間廠商其實也蠻厲害的啦 就是在製作一些周邊配備的時候 該有任天堂的就會有任天堂 該有索尼的就會有索尼的 然後品質算是 我覺得它不是走一個非常非常高規格的 但是呢有一定的品質 價格的話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這是它的一個重點 那首先打開來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有四顆吸盤 它是固定方向盤用的一個小小的吸盤 接著這一小盒呢 是一個鎖在桌上用的裝置啦 基本上就是這根螺絲從中在這裡 直接把它穿過去 然後它這樣應該就可以直接把它卡在桌子上 這是用夾的 然後它也可以用吸盤 但是我個人覺得吸盤在吸 如果你稍微激動一點 應該是會移動 所以還是會建議至少要用夾的 小大盤 它的大小算是比較小一點啦 然後 以這樣手壓的感覺齁 它的煞車部分可以下去的角度 跟油門可以下去的角度就不一樣 油門都好會稍微再深一點 煞車都好會稍微的短一點 可是兩個我覺得那個 彈簧的力道 回饋的力道 是有點緊 但不到那種 真實你有裝一顆彈簧在上面 這個煞車那麼緊 我覺得還OK 就是會比蠻多 更加的初階化的方向盤 還要再稍微進階一點 那踏板的部分我是覺得算小啦 這個是算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整個就是塑膠的表面 塑膠的踏板 這邊尤其上它是Holy的品牌 後面有一條連接線的部分 那連接線的話 它在下面這裡也有一些勾槽啦 可以讓你做走線 看你要走左邊右邊的 隨你變 這邊有一個是 延長的位置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坐在踏板前面這裡 可以讓它 如果說它會移動的話 你可以把它架起來 然後腳呢 可以在這邊稍微的固定 那你在踏踏板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動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賽車架的話 可以把它鎖上去 或者可以把它綁在上面的話 應該會有更好的好處 背面這裡我是沒有看到任何鎖點啦 所以如果你的賽車架是用鎖的 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鎖 因為它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螺絲孔的鎖點 再來 這應該就方向盤本體了啦 那方向盤其實也不算小喔 這個大小算Size還不錯 整個拿起來 它不會太重 就是第一個拿到的感覺 它蠻輕的 下方的話 它應該沒有支援到一些特別的鎖孔 主要就是用夾的 或者是用這個 吸盤的部分來做固定 真心建議 不管你今天是在桌子上 或者是在賽車架上面 至少都要用夾的固定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以我的經驗啦 我有用過吸盤的 它的整個 晃起來的感覺 尤其是你不小心快撞牆 快打滑了 你要拉回來那個感覺 真的會把整個方向盤弄得歪鍋齊刷 所以我是會建議啦 就是至少要用夾的上去 那方向盤的正面這裡 其實有做一些 很像類皮革的包覆 其實應該是橡膠 這邊的話 它的主力算是還不錯 上面這裡的話呢 就是硬直塑膠 旁邊這兩個握的部分 它是軟質的橡膠 所以直花 真的還不錯 質感上來說是算還OK 中間有個PS Logo 所以代表它是有PS的授權 然後中間這個按鍵呢 它也是一個PS的按鍵 上面這裡啊 有一些按鈕可以調 它可以調成PS5 PS4 還有PC 另外還有DP LS RS 還有上面這裡呢 還有一個 Normal 跟Stream的 這個調法 然後這些調整 應該就可以對應到 它的相對的主機 按鍵的部分 應該就是跟 PS的手法上一樣 後面這裡啊 它也有做到這個 所謂的換檔撥片 這換檔撥片的話 也是塑膠材質 但是按起來這個 清脆的聲音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感覺算還不錯啦 聲音上來說 然後呢 它的換檔撥片啊 是會跟著你的方向盤傳動的 接著就是去試試看 它使用的感覺了 那我剛才有稍微測試了一下啦 就是一樣把它裝上我這個賽車架 那這個賽車架的部分 因為剛才有講到 它下面是沒有特別的螺絲孔 這裡是使用夾具 把它夾住的 但是因為它這個夾具 是沒有辦法夾到很小很窄的 所以呢 我又墊了一本書在這邊 因為它沒有辦法夾到 這個鐵板這麼窄啦 所以我夾這本書上去之後 就變得比較牢靠 方向盤本體啊 其實因為它本身沒有那個 力回饋 就是電子馬達的力回饋 它就是類似一個彈簧在裡面 還是這樣會幫我們打回來 可是就是沒有那種電子的震動啦 然後道路回饋感啦 或者是它的電子馬達 會給你一個強拉回來 那種模擬偵測的感覺 玩起來會比較輕一點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一組跟 之前我買過一組 HORI的馬力歐賽車的 方向盤有點類似 只不過它是支援到PS5的 在按鍵上面來說 也是有點不太一樣的設計 然後呢 重點是可以直接接它 不需要用PS5的手把 只要用它的PS5這個按鍵下去 就可以直接啟動 然後呢它的角度啊 給各位看一下 它是270度的 所以大概是 轉到這樣子 這樣子 到底 然後另外一邊呢 也是轉到這樣子 到底 然後剛才我有稍微測試了一下 其實它這邊有個紅線嘛 一個自重點 它的紅線呢 自重是非常不錯的 就是跟著跑車浪漫旅裡面的畫面啊 它是完全有自重的狀態 但是因為它方向盤比較輕啦 所以用起來的話 如果我家裡有小朋友會玩的話 會稍微的方便一點 腳踏盤啊 我也是剛好把它黏在這個上面 就是用這個束帶一樣把它綁上去 剛剛好 差不多就是剛剛好 而且它這個有做一些紙滑的效果啦 所以我在踩的時候是不會掉下去 然後它的腳踏板啊 其實 我覺得算輕的 所以如果說是年紀比較輕的 踩起來也是OK 這次我的測試遊戲啊 一樣是跑車浪漫與期待啦 其實整個方向盤在玩起來 我會覺得比較偏向 非常入門的方向盤觸 那因為它的價格其實也是比較低一點的 沒有破萬 5000有找的狀況 所以這樣子來買的話 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只是一個入門 想說有一個方向盤 給大家玩玩看這種不同的感覺 操縱不一樣的感覺 不需要到那麼擰身 有電子的回饋 會有那種力道 可能會打到小朋友的 這樣子的方向盤就可以考慮入手 當然我覺得它 主要也不是拿來給這種賽車架使用的 因為其實它附的配件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它大概就是給你黏在桌上 或者是夾在桌上 然後你要對著電腦螢幕啊 或者是對著電視啊 就是有一個桌子的部分夾住 這樣子來模擬就好 不一定要買到賽車架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要上賽車架的話 應該會再繼續上到更高的方向盤組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 換檔撥片的部分 它的換檔撥片 應該是因為稍微薄了一點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 壓比較下面的角度 或比較上面的角度啊 它會有一點點傾斜 但是聲音來說 我覺得還是算蠻清脆的 是舒服的 聽這聲音 在換檔的時候有這個聲音 我覺得還算不錯啦 就是聽起來是舒服的 握起來我覺得握感也OK 因為它的指滑效果其實是還不錯啦 而且加上它的方向盤的角度 就是最高這樣子 所以你的手基本上是不需要到反打的 它不是那種有900度可以調整的方向盤 這樣兩個角度 做你的車子的最大移動 這邊它的指滑性真的是非常不錯 讓我們大人在握的時候 其實整個手在操作是還OK 會比較輕鬆一點的方向盤 至於APP的部分 其實我有上網去找了一下 我是沒有找到它的APP 因為它是說 有一個專屬的APP 可以調四種的不同模式來使用 這個APP到時候如果真的有找到的話 我再分享在FB或IG給大家 好不好 但如果說呢 想要找一個很入門的方向盤的話 Holy的這一組 就可以考慮看看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的影片點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祝福大家賽車玩得開心 好不好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